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還有一個東西你還沒有給我交出來 就是 呂志偉的過勞案的檢查報告 到底做出完了沒有 已經八個多月了 到現在為止你還沒做出來 我們嚴重的懷疑 你就是三榮公司所說的那個埋道 我老公那時候還在醫院的時候 就是去年的3月31號 他在公司 就是送到客戶那邊 那時候 然後就身體不適就 住院 然後就再也沒有醒過來 然後 一直到他過世之後 然後職安署那邊 有跟我說就是 我老公這個 狀況就是沒有補合過勞的了解 然後當時我那時候有跟他講說 因為我們家屬都在準備就是 志偉的後事 所以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 就是也沒有那個心情 還沒有回復 所以可能會慢一點提供就是 我們家屬這邊的公司資料 可是職安署那邊 沒有等到我的資料 就把文件往上送 去年的8月 由工商協會的何先生 然後帶著我就是去 然後跟我老公一起工作 他才說 喔好那這份文件 我們可以收下 然後他又跟我講說 好那他們就重啟調查 然後只是時間不確定 那 從去年8月一直到現在 就是也 八個月 快八個月了 所以我想要請 職安署就是 盡快給我們家屬一個回復 因為 說真的 對我們家屬是很煎熬 然後 公司方面雖然說 有跟我們協調 但是 他一直退說 是因為職安署的報告還沒出來 所以 公司沒有任何責任 這一點也讓我們家屬覺得 公司方面有規避責任的那種態度 然後他們 協調完 就是協調完之後 他們有好幾次 就是這一陣子有好幾次 也是有來家裡 然後 一直 算打擾我們啦 就是 一直希望就是跟我們私底下和解 從自委 過世 去年 半年多來 其實公司對我們一直不聞不問 也一通電話都沒有 是到了 我在媒體上曝光 公司才 有在跟我聯絡 才一直說要來慰問我們 這一點我也覺得 很不人道 因為畢竟 我們是 在 在辦公司 辛苦 賺錢送貨的 最基層的勞工 可是他們 竟然這樣對我們 然後 前幾天 公司那個派代表 楊經理又過來 然後 跟我們講了一些話 然後有講到什麼 白到黑到協調好了 公司已經協調好了 然後其實我當下 我蠻懷疑的 我會覺得說 戰署調查那麼久 為什麼一直都沒有結果 都已經八個多月了 到底還要我們等多久 是不是因為公司上層 就是 有什麼 關關相互的關係還是怎麼樣 然後所以變成 白到這個方面 他們已經協調好了 我們公商協會 用了民事賠償的概念 來算說 家屬 他們當時沒有看法 家屬 李治維有兩個爸爸 有媽媽 有爸爸 有媽媽 還有三個小朋友 他們的撫養費 按照民事訴訟法 按照民事的訴訟裡面算出來 就是需要一千三百萬到四百萬之間 沒有辦法跟他講得那麼清楚 再加上他們家的教育費 如果李治維在的話 他就要負擔這麼大的一個 照顧家裡的成本 你們是不是願意來代替李治維來 進行這樣子的照顧呢 當時候的 與總經理說 這個照顧的部分 是可以啦 所以他當時候提出了一個 五百萬的補償金 願意來賠償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最後呢 家屬還在那邊想的時候 他們說 那再加碼成一百 也就是六百 不含所有的保險費用 當時候家屬媽媽 都認為 哇 三龍貨運是有誠意啊 來照顧這個家 可是當時候他們沒有辦法 因為太緊急了 沒有辦法下決定 沒想到第二次來的時候 就已經不是余總經理 就是今天的 大家聽到的這個 楊經理 楊英哲經理 就是余志維的職主上司 就是他放任公司 放任這個隱形公司 泛濫的這個管理人 管理職務的楊經理 他來的時候他就說了 抱歉 之前說的都不算 我們從一百萬開始 我們公司只願意照顧你們一百萬 當在發生的時候 其實李太太我們在協助的時候 他告訴我們一件非常荒謬的事情 他說 他在公司這麼久 他們從來沒有打過上下班卡 他們上下班卡基本上是什麼 基本上都是他們公司在幫他們打 所以他今天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勞動檢查處去請公司提供上班資料的時候 你們就可以想像到 他們的上下班的卡基本上都是正常公司 所以當然不可能認定 但三農李志維這個幹案 是一個很真實的幹事 他太太是跟他一起工作的 所以他今天有能力 他今天有能力真實的把他先生 每天工作幾個小時 一個月整個公司到底有多少小時 所以剛剛我們的賀先生在講 我們幫他整理了以後 我們事實上要發現 他每一個月公司超過三百個小時 所以今天在這個地方 我們有幾個訴求 第一個 我們請勞動部趕快告訴我們 我們等了八個月 你還要讓我們等多久才知道 這一個過勞 這一個職在案到底是出現了什麼問題 那你總要給我們一個真實的答案 所以我們第一個 請盡快公布到底檢查結果 第二個就是說 三農的陽經理 不斷人家跟我們犯法 什麼白道黑道都協調好了 所以我們剛剛也在問 這個白道是勞動部嗎? 不然的話為什麼八個月報告出不來?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就要呼籲 我們的政風市可不可以介入調查 到底是有官員或者勞動部 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 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客運業或這種貨運業 基本上都是超時過勞 非常的嚴重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就要呼籲勞動部 針對這種所謂的貨運業 是不是能用專案開啟了所謂的 專案的勞動檢查制度 來去對這些貨運業或者科運業 做這種勞動檢查 來真實的環運 這種超時過勞 避免這種像三農 或者說你自我這樣安置 不斷的再發生 韓國的一個所謂的新聞 他說現在韓國的地方 你如果超時 就要超時 僱主就要超時工作來講的話 現在就是用刑責事後 但是我們台灣現在目前還沒有 那我們勞計劃協議的結果 三農這種案件就不斷的再發生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求勞動部 應該要啟動這種所謂 過勞科行的研討會 我們認真來討論 到底這種超時工作 或者過勞的時候 是不是雇主應該可以行責 來大大的抑止這種所謂的過勞發生 或是這種所謂的超時工作發生 我們針對這個個案 我們在去年經過職災通告之後 我們就職安署這個部分 就已經積極介入調查 那當然這中間時程 有稍微比較長的部分 是因為中間他有一些公時的部分 還有一些工作部分 我們在釐清 那目前呢 我們針對多方的查證之後 我們這個報告已經完成調查 我們這邊特別跟家屬說明 那目前我們也送給職業醫學科的醫師來做病毒 那我們後續會來盡快來處理這個 這個後續的事情 如果有病毒接過我們 歡迎送給相關單位來做認定這樣 為什麼第一次你們在一個充分資料不完全的就做出認定 或做出檢查 你要回答這一題讓媒體知道 有答案嗎 有疏失就疏失 沒有疏失 沒有疏失 對著麥克風說 那這一題 如果你沒有答案 你對著你幾題說 我目前沒有答案 第一次呢 為什麼不服過勞要見 第一次第二次 或者怎樣 這個都是在整個過勞調查的程序當中 那第一次呢 第一次 家屬已經聽到你們有跟他下了一個判決 說不服過勞要見 你要不要問一下家屬 是不是有聽到這句話 對你啊 你們態度還是這個樣子 到底政府在哪裡 你們政府在哪裡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他說 金科長你就說 說出不平均 等一下等一下 為什麼不回答呢 我們又沒有要衝你 為什麼不回答 這位長官是誰啊 這就是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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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白道